大家好,我是依蝉。 山下有位施主问依蝉。 大家总说她不知道变通, 凡事都只知道一味向前冲, 完全不考虑应不应该。 她自己很想改, 但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总有人觉得, 遇到问题的时候, 一万无钱是勇气, 百折不挠是骨气, 却不知道盲目的勇气是鲁莽, 一味的骨气是教条, 冲破黑暗,需要的是勇气, 而到达目的地, 需要的却是智慧。 前行的路上遇到一堵墙, 拐个弯绕道走, 比凿墙穿行更加快速省力。 学会拐弯, 学会拐弯其实就是一种智慧, 做人不能太固执死板, 要学会适当变通。 这并不是妥协, 也不是放弃, 而是寻找山穷水尽中, 隐藏着柳暗花明。 上山若水, 我们也应该像水一样, 到祖阿的时候, 学会绕一绕路, 才能蜿蜒不息。 人生难免有挫折, 朝着梦想前进的道路上, 总会遇到祖阿, 没有人能勿往不利, 无坚不摧。 再气势如虹的勇士, 也会遇到阻碍他的恶龙。 遇到困难的时候, 不妨停下来好好想想。 眼前的路一定是正确的吗? 眼前的东西值得追求吗? 走不了的路, 总要学会挂弯, 学会变通, 才能更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。 看似被高山冲散的涓涓细流, 最终也还是能汇聚成沧海。 只要心里的火焰不熄灭, 总能到达成功的彼岸。 我是依蝉, 每晚八点在这里等你, 希望依蝉的话,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 晚安。